美食火烤沙朗牛 一切開裡頭粉嫩誘人 疫情後牛肉價格狂飆 政府針對進口關稅要調降 即日起到明年三月底 牛肉從原本每公斤十元 降到五元 量販店業者跟進 祭出生鮮肉類的優惠 一整排冷藏櫃都貼上特價標示 三款牛肉先調降 美國梅花牛排 一百公克特價五十元 冷凍牛腱一百公克 從五十五元降到四十九元 牛肉條也便宜十塊錢 價格調降六到十三元 還有限時優惠 單筆生鮮肉品滿九九九 送兩百元低用券 特價的話我會選 之前感覺長得比較兇 那就是會比較捨不得 試買來吃 應該是會有 因為也有很多人喜歡吃牛肉 終於等到牛肉價格調降 民眾很有感 連鎖超市則每兩週定期推出優惠 上市美牛雪花肉片一百公克 特價一百零三元 澳洲牛梅花特價六十五元等 也有連鎖賣場不定時做促銷 我們還是會有持續推出 很多的一些優惠價格 特別是過年期間 很多的一些牛肉需求量 會變更多 那相對的 我們會逐步的推出一些優惠價格 提供給消費者 儘管關稅調降 美食賣場表示 考量成本牛肉價格還要再研溢 不過近期餐飲業升起一股漲價潮 政府也將出動物價聯合雞茶小組 第一波雞茶對象 包括火鍋店 素食店 特色料理餐廳等 若上游供應肉品蔬果 沒有明顯價格波動 將對不合理的漲價行為 進行開發 三雄無講過生意跳得到